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记录在了爱月轩笔记中 而东陵大道孙电英将这些宝贝掠夺一空 但却依然有漏网的宝贝 它就是目前放在青东陵管理处的金丝锦被 根据爱月轩笔记记载 金丝锦被是用金线缝制的陀螺金被 光是一个被子就价值八万四千两银子 而上面还像了许多红宝石 猫眼石 祖母绿 玛瑙珍珠等 可谓是价值连城 那么贪婪的大道孙电英 为什么没有把他盗走呢 原来孙电英在盗掘慈禧灵墓时 并没有放过这条金丝锦被 将坠在上面的各种珍珠美玉全部都揪走了 只把相对来说并不那么值钱的陀螺金扔在了地宫中 1979年 考古人员在整理慈禧地宫时 发现了这条金丝锦被 将其存放于青东陵管理处 慈禧是一个穷奢极欲的女人 根据轻功档案我们知道 她生前一顿饭要吃108盘菜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应有尽有 而每道菜她只长一点 此外 慈禧太后一年光在袜子上的花费 就高达一万多两白银 在死后 想了一辈子福的老佛爷 还希望延续生前的奢华生活 随葬了数不胜数的宝贝 不成想被孙电英搅得死不得安宁 这一期感染了 感染了 这些人都在不得有 总共运转松 冒失去 要注意 我一切做好 你感染了 我感染了 我感染了 瘦